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可爱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咱们请看 查看提交履历 也就是说 咱们数据库当中 或者说信息库当中 有各种各样的提交 对不对 那么咱们有一天 突然间想查看 比如说某个文件 在什么时候 被谁修改了哪些内容 这个就叫做 查看提交履历 就是今天的知识点 好咱们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命令 GIT log 通过这个命令 咱们就能够查看 某个文件 或者说数据库的提交履历 咱们看一下 今天的实战演习 咱们光说不行 咱们还要边说边练 我现在打开 咱们上期的这个信息库 好稍等一下 我现在把库 建在了我c盘的根目录 我现在马上进入 叫做myweb的 这么一个目录 好在这个文件加下 咱们先看一下 现在状态 什么都没变吗 对不对 然后看一下文件 就上次做的一个index文件 对吧 好那今天咱们要做一下 先看一下目前数据库中的履历情况 挑git log 我挑我 我别粘贴了 大家请看 咱们呢 只有这么一个index文件 是试试咱们上期见过的文件 新规了一个文件 或者叫做这个新做成了一个文件 新规是日语 新做成了一个文件 那么今天咱们呢 对文件进行一些个修改 修改完之后 咱们再提交 咱们试试啊 现在我马上对文件进行修改 我现在 加币啊 显得麻烦 因为一会咱们还有看履历 就说今天咱们呢 在以前文件上 咱们就加上一句话 i like git 这可以吧 好 加上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当前的状态啊 哦 大家请看 这个文件变红了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已经modified 修改了嘛 对不对 好 修改完之后 咱们怎么办 咱们接着做啊 git add index 干什么 把它加到哪去 锁点去 稍等我直接敲 我只是这样说啊 就说咱们有命令的话呢 初学者朋友啊 我接下来您敲一遍 虽然您能拷贝啊 敲一遍 记忆更深 请相信我的这观点啊 所以我呢 就敲一遍 帮助您记忆啊 好 咱们加完之后 咱们再看一眼啊 哦 加进去了 说明什么 说明我现在修改文件呢 已经进入所远区 为什么 它绿了吗 对吧 好 当然 大家请看 这有个命令啊 什么意思 就说我加错了 比如这个文件 哎呀 我加错 不应该加入所远区 通过这个reset命令 还能够把它再拿出来啊 这是咱们今后的课题 今天咱先不动啊 接着做 咱们加入所远区之后呢 咱们向本地库提交 git commit 然后呢 杠m 然后是 咱们要给这个提交 做一个描述嘛 我就是 add ed code 增加了一段代码 对吧 ed some code 可以吧 咱增加一段代码 go 好 再看一下 没有了 对吧 这样的话 咱们再看一下 我追加 我一上来 这追加了一个内容 追加完之后呢 向所远区提交 然后呢 向数据库提交 都做完之后 咱们用git log 看一下 现在的log状态 咱们刚才可是一条 对不对 现在请看 咱们上次编辑的log 在这个地方 今天编辑log呢 也竟加上来了嘛 对吧 咱们刚才看到的效果 是只有这一个的嘛 对不对 咱们仅仅对这个数据库 进行了一次 commit操作 今天咱们又做了一次 所以呢 看到了今天的内容啊 好 这是git log的默认的写法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什么呢 比如说啊 以后咱们这个数据库 越做越大 咱们更新了几百次 你就砰砰都列出来 对您来说 没有什么参考意见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git log其实有一个参数啊 比如说 显示最近几次 因为我现在只有两次嘛 看不出来 可以显示最近几次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呢 把现在这个 这么多的杂论的内容呢 归成一行显示 怎么显示 你看啊 其实就是这行代码啊 我现在敲一下 git log 减减 one line 一行 对不对 回车看一下 哎 你看啊 都跑到一行上去了 不但跑到一行上去了 大家请看 它这个序列号 或者叫做id号 提交的id号呢 也被缩短了 缩短成什么 前面的七八个字母 只要保证为一就可以 那咱们只要记住 这次提交 用这个唯一的id就行 以后比如说 我想恢复某一个版本 一定要通过这个id 进行恢复啊 但这是咱们今后的课题啊 好 这个是一行显示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想看得更多一些怎么办 有个杠批啊 叫做什么 详细显示 你看 这个是不是 平常的详细了 我干了些什么 然后加了些内容 这个地方呢 会给咱做一个 公改文件的汇总的信息 通过这个杠批 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呢 咱们可以试一试 这个杠批命令啊 当然一般来说啊 你看像这个 这个文件增加深内容 都看得到啊 不过一般来说呀 我这个杠批用的 还真就不多 好 咱们再把它看啊 杠批用完之后 还有一个 是这个 这个status 这个是对咱们 每次提交的信息 进行一个统计 咱们试一下啊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 我刚刚提交 有一个文件被修改 然后插入了一个地方 其实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我认为啊 不是很常用 或者说根本就没什么用 为什么 您不可能在命令行上去看 我这次更改了五个文件 上次更改了八个文件 然后哪个文件插入哪行 不可能看那么细吗 咱们想看更改什么地方 一般通过get diff去看啊 而不是通过这个log下面 这个theta去看 所以您只要知道 有这个命令就可以啊 这个log 其实我用的最多是哪一个 我跟您说一下 是个one line 很坏的话说 我最近修改哪些个东西 我通过这个one line 是可以看得到的啊 比如我最近四次 修改哪些东西 把方法能看到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命令 我希望您呢 至少记住 get log的one line 这个option选项啊 好 其实这个get log 还有好多其他的选项呢 通过这个get log help 就能够看到 咱们试一下啊 因为是windows版呢 它会打开浏览器 进行观看 其实像这个命令吧 它的option 大家请看多如牛毛 用不用全记 反正我用了这么长时间get 我是没有全记住啊 记住常用的几个 就足够足够您应付 一般的工作了啊 百分之百能够应付 好 今天应该就是这么多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get log 其实使用方法呢 非常的简单 今后呢 咱们还会再扩散 扩散到什么 比如说根据某一个版本 我进行恢复 或者进行分支 这个都是做得到的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优酷YouTube 供您下载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